博敖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两岸企业家圆桌会议3月28日召开 两岸企业家在会上谈及两岸企业合作时表示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建立两岸共同市场,要发挥两岸优势互补,达到1加1大于2效应 这场以如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主题的对话,共有40多位两岸企业人士、经济专家受邀参加 围绕实现台湾同胞、台湾企业同等待遇,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实现两岸应通尽通等话题进行讨论 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肖万长听取两岸企业家对话 截至目前,大陆已经有145个城市成立了台商协会 全国台企业会长王平生表示,建立两岸共同市场,需要优势互补,抱团取暖 两岸经济的整合,即使客观的需要,也是打势所需 两岸一定要在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信念基础上 朝着打造共同市场的目标迈进 要充分地发挥两岸优势互争取1加1大于2的效应 冠杰科技集团在福建发展近30年 该企业总裁宣建生目睹了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台制度的完善 在他看来,两岸在医疗、教育、科技等方面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那我希望通过两岸的企业家峰会 通过我们很多的联系 能够把这些中小型的这些企业 可以继续发展他们的生命率 有的在台湾发展得很好 如果借重大陆的一些新的数位科技 像大数据AI这边 或许让他们可以在国际化的产品的推销方面 更可以更快速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认为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有利于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实际上推动两岸东西 应该具备了一定的现实的属性 而且对于促进两岸之间和平发展 促进两岸的政治互信良性互动 也会有重要的一个作用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 在发言时寄望台湾企业家 及时把握大陆市场的产业机会 我觉得两岸企业家对于 开场朋友还行 为什么你们要积极要做个问题 要为这个两岸的经贸关系的发展 为最后借此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市场 能够创造一些六岸的消息